大家這兩天應該在各大傳媒 聽到英國牛津大學關於疫苗的研究結果出來了 效果是不錯的 抗體反應是不錯 保護是不錯 也沒有什麼很大的副作用 今天我們就不是講這件事 我就想講這個研究裡面 其中一個研究員 他做了一件很出格的事 他聯署了一封信 要求西方的先進國家有關當局 考慮他提出的一個方法 如果能夠照他的方法做 疫苗可以很短時間生產出來 究竟這件事是什麼呢 今天就跟大家講一講 這件事說真的非常嚇人 其實就是黑太陽731 就是要招募一些健康的志願者 叫這些人接受了試驗性疫苗注射 打了疫苗之後 就主動用一些新冠狀病毒 他的主張就是把這些新冠狀病毒 先純化了一些 但仍然可以引起肺炎 將這些病毒 直接感染這些打過針的志願者 你就會罵 喂 這樣都可以 這麼沒有道德 不要罵 先看看他的 argument是什麼 他的 argument就是 他招募這些人 年紀一般都很輕的 都是二十多歲的 他就建立了一個網站 去全球招募這些人 他的論據就是 新冠狀病毒肺炎 在這二十多歲的人 死亡率是相當之低 死亡率就和一些捐腎的捐贈者 即是捐腎的捐贈者 要做手術拿腎出來 捐腎者身體健康的話 即使做了這些手術的風險 死亡率的疫苗很低 所以做這些測試的風險是有限的 另一方面 他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大家知道 即使牛津這個疫苗 已經進入到第二第三階段 第二第三階段 研究的方法 就是一組人 接受新冠狀病毒疫苗注射 另一組人 沒有接受新冠狀病毒疫苗注射 一直跟進他 可能三個月六個月 你一直跟進的話 這群人兩組人 都有些人 幸運會感染新冠狀病毒 去產生肺炎 研究員搜集這些數據 比較一下兩組人之間 究竟是否真的打了針 那組人少些發病 如果是的話 這就證明這個疫苗有效了 但這個過程 真的抗日持久 尤其是有些地方 當疫情已經好轉 那些個案已經太少的時候 那你就要跟進他很久 才找足夠的個案 看得出疫苗有沒有效果 但每一天已經很多人染病 也都每一天很多人死了 如果在一個可以控制風險的範圍以內 做這些人體測試 那我們就可以早日找出一些有效的疫苗 投產 分分鐘就救了很多人 我也看過片 志願者的心態和捐食物的心態都差不多 他們覺得既然全人類都面對這麼大的危機 他們知道自己即使感染新冠狀病毒的風險是低的話 他們都願意犧牲少少 希望可以盡快就疫苗 可以研究成功 造福世人 這個精神當然是非常之可敬 這一刻他們已經在全球 招募了起碼三萬人 已經簽了同意書 如果有某一個政府 同意去做這些測試 就可以立刻上馬 這件事當然是很有爭議性的 那是否真的能夠做到呢 真是要放長雙眼看看 那今天就講到這裡 大家如果喜歡這些片的話 就記得訂閱 按鐘仔 留言 點讚 多謝大家的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